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盖 特朗普政府不断出台新的反华措施 利用最后的在位时间强化美中之间的对立氛围 另一方面 拜登胜选让美国联合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舆论风声越来越紧 从底线思维的视角看 中国面临着国际反华势力 试图孤立压垮颠覆我们的挑战 这方面的证据和迹象的确很多 迫使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以应对 与此同时老胡也要说 我们要保持一份大国应有的战略自信 那就是那些企图虽真实存在 但他们得以兑现得逞的几率很低很低 这个判断对中国社会在政治上保持定力至关重要 需要看到美国的一些政客虽然已经对华穷凶极恶 但今天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现实 不断为国际关系提供有别于过去的原重力 塑造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国家之间为了攻城掠地而野蛮绝逐的那一页 应当说翻过去了 各国的最大利益几乎都是发展 国家安全的含义也有了更多经济安全的权重 美国纠集几个盟友对华猛烈施压 但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国力 任何压垮中国的谋算都是痴心妄想 过去几年验证了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地位 坚如磐石 包括中国对美贸易也在今年下半年反弹 展望未来 中西经贸合作的总盘子不太有缩小的可能 对外经济合作面总体上保持稳定 必将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提供 从容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的空间 我们当然要重视来自美西方的压力 但也无需夸大挑战的严重性 正确的做法是保持一颗平常心 真正把更多注意力投向加强内部团结 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加强中国社会的团结是需要有方向上的引导的 一些人主张或者不自觉的 把与美国西方的对立 当成中国内部团结的主要教母 用强化这种对立调动国内舆论的情绪 客观说当这种冲突不断发生时 做不做这样的引导 一部分这样的实际效果都难免会发生 但老胡认为防止这一倾向在中美冲突中 反复自然加码乃至极化 中国社会需要有这样的集体意识 中国既要反美西方的抹黑和干涉 又要有不跟他们纠缠的气量和大度 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程 不是外部态度的牵制 坚决避免美国支持的我们就反对 他反对的我们就支持 而是什么对中国有利 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的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 要真正做到坚定不移 对成绩的评价标准 要以实际效果为导向 坚决不受美西方舆论评价的影响